今天要去西山瀑布平台 把車停在這個天母谷道青桑蘭道這邊 這邊剛好有個位置可以停車 在他的右手邊有一條往下走的步道 這邊好涼快喔 風吹來涼涼的 然後又有樹蔭遮擋 蠻適合這麼熱的天氣來走的 很舒服 我要更正一下 我今天要去的是松溪瀑布平台 現在就可以聽得到有溪流的聲音 殘叫聲 看到右邊的溪流喔 它那個溪流是呈現黃色是硫磺吧 現在這邊一條岔路 右邊左邊這條跟右邊這條 右邊這條是天母谷道 這邊是有一點微上坡的路段 需要一點點體力 看到一隻小心翼吧 現在來到交叉口 我們必須要右轉進入這條天母谷道 哇 又是一條涼快的道路耶 你看裡面都是竹林 好涼快喔 看到左右兩邊都是竹林 就會想到京都的嵐山 不會熱 不會階梯多 這麼多的階梯 想到等一下回程 也要爬這麼多階梯上來就累了 這一段的階梯真的很多耶 水源禁地 又來到了岔路 喔沒有另外一邊是水源禁地 進不去 所以我們現在要走的是 這個方向 這一帶好像會有猴子出現 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 這邊就比較平坦一點 這整個路啊都有樹蔭 而且還蠻涼快的 非常的適合現在剩下消暑 來運動的地方 這邊有那個猴子指標 代表就是真的有猴子會出現 目前還沒有看到猴子出現 可能還在睡覺喔 剛剛越走越遠覺得怪怪的 問了路人 原來從這一條路到鬆溪瀑布的路 已經可以擋住了 因為那邊是水源地 所以沒有辦法隨便進去 我們就順著這一條天母古道走 這一條路一直直直走呢 會走到天母的山下 所以我們走一小段 再來看看是不是要往回走了 這一段路啊很多人在走啊 跑步啊 應該是路很平坦 而且一路都是樹蔭又涼快 運動的人很多呢 前方高能 前方高能出現松鼠一隻 下面還有那個 前方高能出現 對 對 嗎 接著 前面有一个指标 这里 方兴猴群 我们已经快走完这个步道了 这个步道的尽头就是 餐厅吧 有一些什么夜未眠餐厅 然后我们打算沿着大条路 走回停车的地方 这边有写天母古道 这边往下有一条路 往上有一条路 我们应该是要到有马路的地方 现在走在外围的产业道路上面 我们等一下要转到这条岔路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真的是一条奇怪的路 没有什么人 然后在文化大学的 边边围场外面 我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走到重点 但是这条路 比较陡 然后 很多地方没有遮阴 比较热 接到了一条 有铺钵有的路了 我们走到了美军基地这附近 里面有很多的咖啡厅 这家咖啡厅有羊 羊驼呢 这边这家牛肉拌面很有名了 哇 里面已经爆满了 想办法塞进去 这是单点的牛肉汤 这个是牛肉汤 牛肉汤可以自己自己倒 然后自己加很多很多的葱 牛肉汤的味道很好 然后北平下还点了一个干拌牛肉面 牛肉拌面 牛肉拌面 走这一条 好热 太阳就出来了 我们 终于要走回原来停车的地方了 晃绕了好大一圈 今天的 运动量完全的超乎我原本的规划了 本来是 很轻松的行程 结果变成健行健走了 人算不如人算的 这个就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乳牛腱 半斤半肉 差别只在于我们的汤头没有放蒜泥而已 所以如果要吃蒜泥的 也可以自己加蒜泥酱在汤头里面